Hello大家好我是RT 最近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 也就是传说中的菊社恶魔 来到咱们台湾展开一连串的表演行程 从最开始的原山饭店快闪活动到国庆预演 甚至还在国家音乐厅办了场正式的演出 没能去到现场真的是我一生中的遗憾 最后便是在国庆日上全台湾人民的眼前盛大演出 而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 在台湾京阵的表演与生动活泼的舞步 还有指挥木花百花脸上洋溢的自信笑容 不知融化了多少人 大大的台日友好之样亮眼吸睛的橘色制服 加上长长的黑腕能在跳舞白腿时 更显整齐画衣的衍生效果 这个服装设计真心厉害 再加上两场演出完全零重复的曲目 可说是满满的诚意度 最后国庆退场时还演奏相当亲民的超级玛丽欧 将近不用我多说早已经辱获了无数台湾人的心 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我 这群高中学生的表演魅力 直接就贯穿了我这个大叔的心 心中一直想到 天啊他们才高中耶 就已经有如此精湛的表演 他们私底下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才能够不负这个橘色恶魔的世界名号 那个压力之大 我一想到就被压得恶心小兔 而他们的拿手曲《星星星》 则是一首1936年由知名美国歌手 Louis Dio Prima所创作 结合了Jazz Swim Beat Band的一首名曲 也难怪他们会选来当乐曲 实在是太适合了 而他们来到台湾看到台湾团队 对他们的呵护备质 我也是倍感欣慰 世界级的团队就该拥有世界级的待遇 甚至还招待他们去总统府参观 应该也是个相当有趣的经验才是 还有跟北一女的交流 以及小明女中的切磋 这大概是这些少女少年们 一生中都相当珍贵的一个回忆了吧 现在想想我高中时候在干嘛 不过就是混吃等死罢了 如此精彩的高中生活在台湾90% 都被拿来上数学课了吧 不过这么台湾的行径管乐队 在服装上真的可以多设计一些 生动有趣的表演服 相信在与世界级的团队的宝贵交流经验下 台湾的团队也可以从中得到 大量的经验与进步 殊不知都2022年了 居然还出现阿贝看完橘色恶魔 马上就拴小明女中的学生 看看人家多棒 真的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 亚洲世家长棋手势 你看看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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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整个环境与练习时间还有风格 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能拿来比好吗 我要是小明女中的那位学生 我就跟阿贝说 你看看人家郭台铭多有钱 你还在这里懵留人 后来还有另一位小明的学生说 局高校的学生每天三点就放学了 但小明的学生每天不但上课到5点 还有课后补习要去 首先这位同学对于日本的下课时间 还蛮有概念的 再来我看到的就是 台湾教育可悲的一面 可怜呢 每天上到5点才放学 放学后还要接着去补习 想当年我也是这种狗屁教育的牺牲者 国中的时候甚至礼拜六还要上整天 接近段考时礼拜日还踏踏的要去学校 真的是可笑的台湾教育 这样的教育是要学生们去哪里 拿时间出来练习 真的是没有任何比较的基准 而日本方面据说 京都局高校在征询家长 是否愿意让孩子到台湾参与国庆演出时 全数家长都因为对台湾印象很好 而心然同意 还有家长说 连我们都想一起去了 这还真的要感谢国民们 为台湾建立起如此良好的形象 不过很遗憾的 不原106人中 还是有十来人没有一起来 另一方面又看到台湾教育可悲的一面 你可要知道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表演完后 随即便冲回日本 都是因为他们隔天还要其中考 这要换成台湾的家长就先断在练习时间上了 更别提其中考前出国表演 当然我相信台湾开明的家长还是很多的 尤其是从现在这一代的家长开始会越来越多 如果国家剧魔也能有如此珍贵的经验 那该是多么精彩的经验 看完局是恶魔的表演后我一直这么想 当然也要看他本人之后究竟喜欢些什么 当然他的人生以后想做什么还是得由他自己做主 我也只能重旁辅助 不过他现在才三岁 还是先从我无情的游戏素材收集机开始试念起比较实在 而这个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能够来台湾表演 最需要感谢的还是从中牵线的所有推手们 感谢你们让台湾的人民打开了眼界 更看到了许多台湾教育上的问题 这方面会不会有所进步我就不清楚了 而局是恶魔的部长逐内忘笑 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逐渐喜欢上台湾 爱好台湾没有给他们带来坏的印象 而这个局是恶魔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那么这个京都局中学校高等学校 它最早是一间成立于明治35年的京都首艺女学校 到现在也有120年的历史 后来经过一连串的改革与实力化 一直到1957年才变成了现在的京都局女子高等学校 又是在2000年才改成男女共学的制度 也就是说他们的吹奏乐部加入男生的时间 最多只有短短的22年 而这所学校也不是只有吹奏乐部厉害 足球部也是相当有名的 现役的职业足球选手先头起始 当年就是京都局高校的足球部出胜 当时跟一年级的后辈小乌松之斋 在全国高中足球选手全大赛 就联手得了5分成为得分王 两人现在也都是日本的职业足球选手 而且他们的排球部也是相当强大 现今的日本排球代表锦尚秦辉 也是京都局高等学校的排球部出胜 还有现在已经退役的伦敦奥运铜牌的宗道童也是 不得不说在日本学校什么社团出胜 只要肯努力持之以恒 后来靠着社团既能吃饭的人比例相当高 当然跌落谷底的人也是不在少数 而传说中的吹奏乐部成立于1961年 已经有61年的历史经验 在女校时期就已经是日本竞技地区 也就是日本中间京都那一大区域的长盛军 吹奏乐部还分成室内管乐团和行进管乐团两种 行进管乐又分为管乐主打击乐主以及视觉表演主 也就是我们在国庆表演上看到的那样 因此行进管乐不是只有管乐而已 而且日本有支持的行进管乐编导有三千多人之多 在台湾应该是屈指可数才是 而这全都归功于美国刚发起时 日本就随即跟进 因此1961年平松九师教授 来到京都局女子高校担任音乐教师 凭着自己的经验创造了吹奏乐部 当时的第一批成员只有16人 而且以当年的风气很少有女校会开办吹奏乐部 后来平松教授意识到男女之间的不同 在运用富士呼吸法的时候 跟男生的吸气量会有差距与持久性的差别 因此平松老师根据医生的建议 引进了行进管乐来作为训练手段 然而在当时行进管乐是源于军队行军时 用于统一步伐的手段 然而你也知道那是战后没几年的时候 在当时肯定遭到了许多家长的反对 还各种试图让自己的女儿退步 这样的故事又可以做成一部 粒子的日本王道漫画 不过事实也证明 女性在行进管乐上也是完全不输男性的存在 索性在老师与学生的努力不屑下 他们参与了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 又是只吹奏乐队所组成的队伍 而这个大阪世博会又被称为大阪万博 这个太阳之塔肯定有许多人都看过 时隔55年的2025听说又要再次举办 到时候我还不冲炮 后来1972年JNBA日本行进管乐协会成立 同时将步伐确定为5米8步 也就是传说中的一部62.5公分 让女性的行进管乐的可能性大幅迈进 这便是行进管乐入门的最基础基本功 每部都要走62.5公分 后来1975年平松顾问感到自身的经历已经很难传授给学生 便带领吹奏乐部已经扩增到50名的学生参加英国哈罗盖特国际青年音乐节 是的1975年代高中升飞英国 你敢想象这老师的心脏有多大科吗 不愧是吹奏乐部的大大大师将 也难怪现在飞个台湾可以如此轻易地通过家长们的关卡 这就是长久时间建立下来的民风与书养 而且当年也是要有人去突破与建立的 那个人就是大师将平松酒师教授 台湾缺手的就是这些勇于突破的人才 于是有了英国的宝贵经验后 平松顾问发现在国外演出 与当地的居民互动是极其有意义的行动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都是一生中极其宝贵的经验 然而这人在1975年就已经发现 后来1981年他又带了一批幸运儿到贾威仪的 好爱道去表演 这也就奠定了后来三年一次的好爱道之旅 从此成为吹奏乐部的传统 现在若在改成台湾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一件事啊 最好是每年都来台湾一次 而他们制服也就从大阪万博那年开始 就一直是橘色至今 也就被称为了传说中的橘色恶魔 再后来便是日本各种全国大会的常顺军 当然其他学校也都相当优秀 但是演奏方式如此有娱乐性与表演性还有渲染性的 也就只有橘色恶魔而已了 因此也就常常受邀到美国或迪士尼乐园一起游行 而他们的有名程度当然也有被运用在动画之中 在五田林乃创作的小说《吹响吧!上帝音号》中 有那么一所丽华高校的吹奏乐部 人称水色恶魔 就是以橘色恶魔作为蓝本 动画更是传说中的京都安妮美制作 在动画里丽华高宗也是常胜退伍 同时让主角对北宇治大乱阵脚的强队 更被明日香学姐评价为 明明长得很可爱 却微笑着边演奏边跳的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群人 而丽华一词在日语里也独作《塔吉巴纳》啊 不过在剧中丽华高宗并没有打进全国大赛 而且动画的戏份也相当的少 出场也只还原了一小段 居高校的登山缆车就没了 毕竟机会是要让给主角北宇治高校的啊 不过在现实中京都局高校就获邀参加 宇治世Cross Hibike Euphonium 跟宇治世的各个高宗一起表演宣传动画 而他们的练习时间就是从早上七点开始到上课的晨练 下午四点后继续练到晚上七八点 基本上都跟动漫里的社团演的差不多 日本动漫在这方面真的是没有乱演 周末则是早上八点半练到晚上七点 也就是台湾学生上课的时间全拿去练习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最佳典范 当然撑不下去退出的人也是比比皆是 想进入一个史诗级的队伍 首先你也要有一个史诗级的毅力 要成为人上人首先要治得苦中苦 在日本的学校社团里很多就像漫画演的那样 我要称霸全国 这跟日本的民族性也有相当的关系 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坏处就是造成了强大压力的压抑社会 做不到的时候便产生了许多一蹶不振的躺平族与尼特族 因此在日本让孩子尽情参与体育或柴艺的家长 其实也不是到处都是的 而在台湾或许读书是相对不那么苦的一条捷径也说不定 难而一样名养百样人 台湾被逼着读书的人已经够多了 增加更多让学生能够发光发热的管道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出国表演不能赚钱还要自掏腰包 突然觉得能帮学生赚点生活费的瑞莎又够厉害 甚至在未来你也可能不会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但是如此宝贵的珍贵经验 绝对能够让孩子受用一辈子 毕竟在台湾学才艺或练体育 很多也只是抱着让孩子们学好玩的心态 啊我有给你多元发展体验过咯以后不要说我没有栽培你 好了咱们出国比赛的别吃心旺奖那些都不会轮到你 这大概是许多台湾孩子都听过了一套说辞 那么在这么一颗橘色恶魔的震撼弹下 我们台湾的教育又能吸收多少 那些在上位者所谓的教育部以及那些亚洲市家长们 又能吸收多少呢 而这又牵扯到了双新家庭的作息与各种复杂层面 更细的也能扯到房价问题 欢欢相过的台湾问题 在在都是台湾教育生育的重大课题 我是RT 我看还是先救世界第一的神育率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